三国演义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出败机 捷乌朝梦德烧梁 却说袁绍兴兵 望官渡进发 下侯敦发书告急 曹操起军其万 前往营迪 留寻御守许都 绍兵临发 田丰从狱中上书建约 今且一进手以待天时 不可望兴大兵 孔有不利 冯继赠曰 主公心仁义之师 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欲 绍应怒 御斩田丰 仲官告免 绍恨曰 戴吾破了曹操 明正其罪 遂催君尽发 经其遍野 刀剑如林 行至阳武 下定债诈 居授曰 我君虽重 而勇猛不及彼君 彼君虽精 而粮草不如我君 彼君无粮 力在即战 我君有粮 以且还手 若能旷以日月 则彼君不战自败矣 少怒曰 田丰漫我君心 无回日必战之 汝安敢又如此 至左右 将居授锁禁军中 待我破曹之后 与田丰一体治罪 于是下令 将大军七十万 东西南北 周围安营 联络九十余里 细作探之虚实 报至关度 曹军心道 文之皆具 曹操与众谋士商议 循幽曰 少君虽多 不足聚也 我君具精锐之事 无不异以当时 但立在即战 若千言日月 粮草不敷 事可忧矣 曹曰 所言正何无异 遂传令君将古造而尽 少君来迎 两边排成阵势 神配颇弩手一万 伏于两亿 弓箭手五千 伏于门旗内 约炮响齐发 三通古坝 袁绍金亏金甲 锦袍玉带 立马正前 左右排列者张和高揽 韩蒙淳于穷等猪将 旌旗节月 盛世严整 曹镇上门旗开处 曹操出马 许楚张辽徐黄厉点等 各持兵器 前后永卫 曹操以编指袁绍曰 无于天子之前 宝奏你为大将军 今何故谋反 少怒曰 辱脱明汉象 实为汉贼 罪恶弥天 甚于蟒酌 乃反乌人造反爷 曹曰 无今奉赵逃入 少曰 无奉一代赵逃贼 曹怒 使张辽出战 张和越马来赢 二将斗了四五十和 不分胜负 曹操见了 暗暗称齐 许楚会刀纵马 直出驻战 高篮挺枪接住 四元将捉队厮杀 曹操令下侯敦曹洪 各引三千军 其冲笔阵 神佩剑曹军来冲阵 便另放起号炮 两下万弩并发 中军内弓箭手 一起涌出阵前乱射 曹军如何抵敌 望南极走 袁绍驱兵掩杀 曹军大败 净退至关渡 袁绍宜军逼近关渡下寨 神佩曰 经可破兵十万手关渡 就曹操寨前逐起土山 令军人下室寨中放箭 曹若弃此而去 无得此爱口 许昌可破意 绍从之 于各寨内选金状军人 用铁敲土弹 齐来曹操寨边 累土城山 曹营内建援军堆逐土山 欲带出去冲突 被审配弓弩手挡住咽喉要路 不能前进 十日之内 逐城土山五十余座 上利高鲁 分拨弓弩手于其上射箭 曹军大巨 接顶着遮箭牌手欲 土山上一声帮子响触 剑下如雨 曹军皆蒙损服地 援军呐喊而笑 曹操建军慌乱 急重谋士问计 刘叶靖曰 可坐发石车已破之 操令叶靖车市 连叶造发石车数百胜 分布营墙内 正对着土山上云梯 后弓箭手射箭时 营内一起拽动石车 炮石飞空 往上乱打 人无躲处 弓箭手死者无数 援军皆好骑车为霹雳车 尤士援军不敢登高射箭 神配又献一计 令军人用铁锹按打地道 直透曹营内 好为爵子军 曹冰望见援军于山后掘土坑 抱之曹操 操又问济于刘叶 叶曰 此援军不能公明而公暗 发掘福道 欲从地下透盈而入耳 操曰 何以预知 叶曰 可绕盈绝长欠 则比福道无用也 操连叶拆军绝欠 援军绝福道道欠边 果不能入 空废军力 却说曹操守关度 自八月起至九月中 军力建伐 粮草不济 亦预器关度退回许昌 迟疑未决 乃作书遣人 附许昌问寻遇 欲以书报之 书略曰 成遵命使决进退之仪 予以袁绍兮重拒于官度 欲于民公决胜负 公以至若党至强 若不能至 必为所成 是天下之大基也 绍军虽重 而不能用 以公之神五明哲 何相而不济 经军时虽少 未若楚汉在行阳城高坚也 公斤化地而守 恶其侯而使不能进 情见世杰 必将有变 此用其之时 断不可施 为民公才查阉 曹操德树大戏 令将士孝立死守 少军约退三十余礼 操遣将出迎寻少 有徐晃部将使唤 获得援军戏作 借鉴徐晃 谎问其军中虚实 答曰 早晚大将 韩蒙运粮至军前接济 先令我等探路 徐晃便将此事报之曹操 循幽曰 韩蒙匹夫之勇尔 若遣一人引清计数千 从半路及之 断其粮草 少军自乱 操曰 谁人可往 幽曰 及遣徐晃可也 操遂差徐晃将使唤 并锁步兵先出 后使张辽许处引兵就应 当夜韩蒙押 量车数千辆 解负少债 正走之间 山谷内徐晃使唤 引军接住去路 韩蒙飞马来战 徐晃接住厮杀 使唤便杀散人夫 放火焚烧量车 韩蒙抵挡不住 拨回马走 徐晃催军烧尽自重 袁绍军中望见西北上火器 正经一间 拜军报来 粮草被劫 少吉浅张和高揽去劫大陆 正欲徐晃烧梁而回 洽欲交锋 背后张辽许处军道 两下夹攻 杀散援军 四将和兵一处 回关渡寨中 曹操大喜 众家赏落 又分军于债前劫营 为己较之事 却说韩蒙败军还迎 少大怒 欲斩韩蒙 重官劝勉 神配曰 行军以粮食为重 不可不用心提防 乌朝乃屯粮之处 必得重兵守之 袁绍曰 无仇策已定 如可回夜都监督粮草 修教缺乏 神配领命而去 袁绍浅大将淳于穷 都领部将虽原进 韩举子吕威 皇赵锐等 饮二万人马守乌朝 那淳于穷姓刚好久 军事多位之 既治乌朝 终日与诸将聚饮 且说曹操军梁告捷 急发誓往许昌 教寻玉作速错办梁草 新叶解父军前接绩 使者积书而往 行不上三十里 被援军捉住 附见谋士许忧 那许忧自自愿 绍时曾与曹操为友 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事 当下搜得时者 所记曹操催梁书信 近来见绍曰 曹操屯君官度 与我相持已久 许昌必空虚 若分一君心夜演习许昌 则许昌可拔 而操可情也 经操梁草已尽 正可乘此机会 两路即之 绍曰曹操诡计其多 此书乃又敌之计也 幽曰 今若不取 后将反受其害 正话间 忽有使者自叶俊来 承上审配书 书中先说运粮食 后延许幽在冀周时 长烂寿民间财物 且纵令子之被多颗税前粮入计 今已收其子之下寓意 绍剑术大怒曰 烂行匹夫 尚有面目于无前线济爷 如与曹操有旧 想今亦受他才会 为他做奸细 错传无君耳 本当斩首 金权且计投再相 可速退出 今后不许相见 许幽初 仰天探曰 忠言逆耳 数子不足与谋 无子只已遭审配之害 吾何言复见济周知人呼 岁欲拔见自吻 左右夺见劝曰 功何轻生至此 袁绍不纳直言 后必为曹操所情 功继与曹公有旧 何不弃案投名 指这两句言语 点醒许幽 于是许幽尽投曹操 后仍有诗探曰 本初豪气盖中华 官渡相持网探街 若使许幽谋剑用 山河征的属曹家 却说许幽暗不出营 尽头曹寨 福禄军人拿住 幽曰 我是曹丞相故有 快与我通报 说南阳许幽来见 军事盲报入寨中 石操方解一歇息 闻说许幽私奔道寨 大喜 不及穿旅 显足出营 摇见许幽 辅掌欢笑 携手贡入 操先败余地 幽荒福起曰 公乃汉相 无乃不依 何千功如此 操曰 公乃操故有 岂敢移民觉 相上下呼 幽曰 某不能则主 屈身袁绍 言不听 既不从 经特弃之来见故人 愿赐收录 操曰 此愿肯来 无事记忆 愿即教我 何以破哨之计 幽曰 无曾教袁绍 以轻济成虚习许都 首尾相攻 操大经曰 若袁绍用紫言 无事拜议 幽曰 公经军粮上有几何 操曰 可置一年 幽孝曰 恐未必 操曰 有半年耳 幽拂袖而起 屈不出帐曰 无以成相投 而弓箭其如是 其无所妄哉 操挽留曰 此愿勿称 尚容时速 君中粮食可知三月耳 幽孝曰 世人皆言梦得奸雄 经果然也 操意孝曰 岂不闻兵不厌诈 遂复耳低言曰 君中止有此月之良 幽大声曰 修满我 良以敬意 操恶然曰 何以知之 幽乃出操与寻遇之书 以示之曰 此书何人所写 操今问曰 何处得知 幽以或使之事相告 操执其首曰 子远记念旧交而来 愿己有以交我 幽曰 民工已孤君抗大敌 而不求及胜之方 此屈死之道也 幽有一策 不过三日 十元少百万之众 不战自破 民工还肯听否 操喜曰 愿闻良策 幽曰 袁绍君良自重进姬乌朝 经波纯于穷首霸 穷是久无倍 功可选金兵诈称原将 蒋骑领兵道比护梁 成见烧其良草自重 则绍君不三日将自乱矣 操大喜 重待许幽 流于寨中 次日 操自选马步军是五千 准备往乌朝节梁 张辽曰 袁绍屯良之所 安得无备 丞相未可亲往 恐许幽有诈 操曰 不然 许幽此来 天拜袁绍 今无君良不计 难以就持 若不用许幽之计 是坐而待困也 彼若有诈 安肯留我债中 且无亦欲结债就亦 经节梁之举 既在必行 君请勿宜 辽曰 亦须防袁绍 成须来袭 操孝曰 无以仇之手矣 便教寻幽甲许曹洪 同许幽首大寨 下侯敦下侯 冤领义军服于左 曹仁礼典领义军服于右 以备不渝 教章辽许处在前 徐晃于静在后 操自引诸将军中 共五千人马 打着援军旗号 军事皆数草复兴 人贤眉 马乐口 黄昏时分 旺乌朝进发 事业星光满天 且说居受被袁绍拘禁在军中 事业应见众心狼烈 乃命奸者引出中庭 阳观天象 忽见太白逆行 侵犯牛斗之分 大金曰 或将之以 遂连夜求见袁绍 时少以醉卧 听说居受有密室起报 患入问之 寿曰 事观天象 见太白逆行于柳轨之间 流光射入牛斗之分 恐有贼兵劫掠之害 乌朝屯粮之所 不可不提备 疑速浅精兵猛将 于见到山路寻哨 免为曹操所算 少怒斥曰 如乃得罪之人 何敢妄言祸众 应斥奸者曰 无令辱居求之 何敢放出 遂命斩奸者 别换人兼压居寿 寿出 眼泪探曰 我君王在旦夕 我师还不知落何处也 后人有师探曰 逆耳中言反见仇 独夫袁绍扫积谋 乌朝梁静根基拔 犹豫区区守济周 却说曹操领兵夜行 前过袁绍别寨 寨兵问是何处军马 操使人应曰 蒋旗奉命往乌朝护梁 原军见是自家旗号 遂不疑惑 凡过数处 皆诈称蒋旗之兵 并无阻碍 即到乌朝 四更已尽 操教军是将树草周围举获 众将效谷造直入 时纯于穷方与众将饮了酒 醉卧帐中 闻鼓噪之声 连忙跳起问 何故喧闹 颜未已 早被挠勾托翻 虽原尽赵锐运良方回 剑屯上火器 急来就应 曹军非报曹操说 贼兵在后 请分军拒之 曹大鹤曰 诸将只顾奋力向前 待贼至背后 方可回战 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 一煞时 火焰四起 烟迷太空 虽照二将驱兵来救 操勒马回战 二将底底不住 皆被曹军所杀 粮草进行烧绝 纯于穷被擒剑操 操命歌去其耳鼻手指 赴于马上 放回少营已入之 却说袁绍在帐中 闻报正北上火光满天 知事乌朝有师 即出帐赵文武各官 商议潜兵罔救 张和曰 某与高揽同罔救之 郭图曰 不可 曹军节良 曹操必然亲往 操即自出 债必须空 可纵兵先及曹操之债 操文之 必速还 此孙并为为救赵之计也 张和曰 非也 曹操多谋 外出必为内辈 以防不渝 今若攻操赢而不拔 穷等见货 无数皆被请以 郭图曰 曹操只顾节良 起留兵再债也 再三请劫曹营 少乃遣张和高揽引军五千 往关度及曹营 遣将其领兵一万 往救乌朝 且说曹操杀散淳于穷不足 尽夺其一 甲其志 为座淳于穷不下 败军回债 至山辟小路 正欲蒋其军马 其军问之 称是乌朝败军奔回 其遂不宜 驱马尽过 张辽许储呼至 大贺 蒋其修走 其措手不及 被张辽斩于马下 尽杀蒋其之兵 又使人当先未报云 蒋其已自杀散乌朝兵了 袁绍因不负遣人接应乌朝 指天兵往关度 却说张和高揽攻打曹营 左边下侯敦 右边曹人 中路曹洪 一起冲出 三下攻击 援军大败 毕急接应军道 曹操又从背后杀来 四下围住掩杀 张和高揽夺路走脱 袁绍收得乌朝拜残军马归债 见淳于穷耳鼻皆无 手足近落 绍问 如何失了乌朝 拜军告说 淳于穷罪卧 因此不能抵敌 绍怒 立斩之 郭图孔张和高揽回债 正对是非 先于袁绍前赠曰 张和高揽建主公兵败 心中必喜 绍曰 何出此言 图曰 二人素有降曹之意 金钱急债 故意不肯用力 以致损折士族 少大怒 岁前使吉诏二人归债问罪 郭图先使人报二人云 主公将杀如意 吉少使至 高揽问曰 主公换我等为何 使者曰 不知何故 揽岁拔剑斩来使 何大惊 揽曰 袁绍听信禅言 必为曹操所情 无等其可作而待死 不如去投曹操 何曰 无意有此心就矣 于是二人领本部兵马 往曹操寨中投降 夏侯敦曰 张高二人来降 为之虚实 曹曰 无以恩欲之 虽有一心 亦可便意 虽开迎门命二人入 二人倒戈卸架 拜扶于帝 曹曰 若是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 不知有拜 今二将军肯来相投 如为子去因 盘信归汉也 遂封张和为偏将军都亭侯 高揽为偏将军东来侯 二人大喜 却说袁绍既去了许忧 又去了张和高揽 又失了乌朝梁 军心惶惶 许忧又劝曹操作速进兵 张和高揽请为先锋 操从之 即令张和高揽领兵 网劫绍寨 当夜三更时分 出军三路结寨 混战盗明 各自收兵 绍军折其大半 寻忧献祭纪曰 今可扬言调拨人马 一路取酸枣 攻夜郡 一路取黎阳 断元兵归路 袁绍文之 必然金黄 分兵俱我 我成其兵动时 吉之 少可破也 操用奇迹 使大小三军 四远扬言 绍军文此信 来债中报说 曹操分兵两路 一路取夜郡 一路取黎阳去也 绍大京 及浅元坛分兵五万就夜郡 新明分兵五万就黎阳 连夜起行 曹操探知元绍冰洞 变分大队军马 八路骑出 直冲绍营 元军俱无斗志 四散奔走 岁大溃 元绍披甲不迭 单一扶金上马 幼子元上后随 张辽许楚徐晃于近似元将 引军追赶元绍 绍吉渡和 进气图书车账金箔 只应随行八百余计而去 曹军追之不及 尽获一下之物 所杀八万余人 血流淫沟 溺水死者不计其数 操获全胜 将所得金宝断辟 即赏军事 于图书中简出书信遗述 皆许都籍军中诸人 与绍案通知书 左右曰 可逐一点对姓名 收而杀之 曹曰 当绍之强 故意不能自保 况他人呼 遂命尽焚之 更不再问 却说元绍兵败而奔 居寿应被囚禁 急走不脱 为曹军所获 勤见曹操 操素与寿相识 寿见操 大呼曰 寿不详也 操曰 本出无谋 不用军言 君和尚执迷也 无若早得足下 天下不足律也 因后代之 流于军中 寿乃于营中道马 欲归原事 操怒 乃杀之 寿至死神色不变 操探曰 无物杀忠义之事也 命后礼并练 未见坟安葬于黄河渡口 提其墓曰 忠列居君之墓 后人有事赞曰 河北多明事 忠贞推居君 宁谋之阵法 仰面是天文 至死心如铁 灵为气似云 曹公轻易裂 特与建孤坟 操下令功继周 正是 是若只应多算胜 兵强却未寡谋王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你负责 你负责